零一分,我们正式开始,大家好,我是地产小王子魏威廉 今天呢是我们专家面对面的第一期 第一期呢我们将请到的是一位会计师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专家面对面的一个专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地产行业里面 常常会需要与这些相关行业的一些专家 来为客人做一些,不管是买卖房产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财务规划也好 甚至在交易之间呢我们会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启发 我想要跟大家来请一些专家来 给大家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 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客人可能问我一些问题 虽然我懂,但是呢对我来说 我没有办法给到他最专业的一个回答的时候 就反而不太好了 那所以接下来一系列我将会邀请到 非常多的这个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上 非常杰出的人才 而且这些人呢也是平常我在与客人做交易 还有服务客人的时候 我常常会refer出来的一些好朋友们 来一起为大家做一些解答 那今天呢 我来把等待师的朋友抓进来 那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会计师 今天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主题 我们将会讨论地产与税务之间有一些什么关系 因为对许多的这个朋友来说 他们在买卖房地产的中间 常常会碰到一些钱该怎么处理 还有呢买卖房子中间有没有一些税务的一些疑问 那今天我准备了一些问题要来回答我们的 要请我们的会计师来为我们回答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认识我 也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呢叫做William Wei 中文可以叫我魏威廉 那这个是我的名片 以及我的微信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你如果扫描之后 它可以直接带你到我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个平台上 每一天呢你关注之后 每一天系统会发送一些最新的文章给您 然后呢上面也有一个中文的看房系统 所以在这个看房系统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加州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些房子的一些 信息而且都是中文的平台 非常方便的可以提供大家使用 那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 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非常年轻有为的一位会计师 他现在是我们加州的注册会计师 他也是台美会计师协会的副会长 学历和这个经历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目前呢他是在洛杉矶的一家会计事务所 HYTC CPS LLP呢是合伙人之一 那他本身自己还有经营一个粉丝专业 这个Facebook的粉丝专业叫做美国税务观察笔记 平常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中 他还写了非常多的著作 这些是我们会计师的一些作品 欢迎大家这个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或者是到会计师的粉专之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拜读 我们陆陆续续一直有朋友进来点击一下 那话不多说我们欢迎会计师Wayne 嗨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Wayne 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一些关于房地产税务的相关资讯 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其实是很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 因为他资金非常的庞大 而且他涉及到的税务也相对的繁多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投资时刻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风险 怎么样知道自己的义务 或者是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在买房或者是做房产交易之前 必须要透彻了解的一个课题 所以今天很开心有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专家来引导 那我也会针对说各位可能常常遇到的问题 来透过我的实物经验来为大家做解答 好谢谢 那今天我们会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怎么最近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待在家里 然后觉得好像每一天一堆Zoom在这个线上飘飞着 那我希望今天是以一个比较愉快的聊天室的方式 我们就针对一些比较大家常常问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的是会计这个东西不是one size fits all 不是一个回答可以去解是解所有人的疑难杂症 所以很可能有一些是你比较针对性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欢迎你可以房地产的东西当然欢迎来问我 那会计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请Wayne来为您服务 那Wayne 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念会计的 那这也是其实是一个私心 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一期要来用 来请会计师来参加我这个节目 那为什么要请会计师 就是大家可能一般老百姓可能最常用到会计师的时候 就是每一年要报税的时候啊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不要啦 反正我的税很简单 那我就自己去填一个表报一报就好了 我就很想问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一个回答 为什么我们要请会计师 其实会计师这个职业 其实人家都说你们是不是在帮人家逃漏税 就是大家想要会计师就想要逃漏税 其实我觉得蛮冤枉要在这边跟大家澄清的是 其实一个会计师是教导 也不算教导 就是引领各位如何正确的缴税 有些人该缴的税可能忘了缴 比如说有时候有扣缴义务 像FIRPTA 跟房地产相关的扣缴义务 有些人会忘了缴 甚至更多的是像肥咖肥爸等等的相关 应该要申报海外资产 也是有很多人忘记要申报 那其实这些都可以经由会计师的讨论 来知道说自己有哪些义务 那或者是像是权利的部分 你可能在某些交易 你可以享有免税额 像是如果你是自住房产的话 你可能最高夫妻共有50万美金的资本利的免税额 那这个部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了解 所以其实坏是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引导大家如何正确的缴税 不该缴的税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缴 那该缴的税 我们也必须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以避免之后可能会衍生出来的惩罚 那再来呢就是说 一个是风险的概念 在我们执行每一项交易的时候 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有多少风险 那大家可能会直接联想的到是市场风险 比如说大环境的 大环境带来的风险 像是现在疫情蔓延 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那另外一方面像是 企业本身的风险 它可能资金运作等等之类 或者是人员调动产生的风险 那比较常常被忽略的就是税务风险 就是我可能在做这一项投资操作的时候 我衍生而来会有哪些义务 我去忽视 或是我没有计算到 而错估了我们对于未来盈利的一个规划 这些其实都是每天都可以在商场上面看到的情况 所以其实身为一个会计师 人家说是企业的医师 企业财报的医师 就是说我们常常透过科学的数字 还有我们对于法规的首席 来了解说这个企业的体质怎么样 或是你个人财务的体质怎么样 那如果体质不好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随时而来的问题 像是股价很下跌 或者是个人资金周转不离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你有一位会计师 专业人士在旁边辅导的话 那可能我们在商业领域的拓展上 或者是个人财务的规划上面 我们可能会有更健康的一个体质 来在商场上做竞争 或者是在累积个人财富上面 会有更顺利的进展 是是是是 其实我就突然想到 我当时念大学 我的上会计课的时候 第一堂会计课 老师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为什么要念会计 有一个公司一个老板他请会计 然后呢他来三个员工面试 他就问这三个人同一个问题 他说今天我卖这个产品 我卖了一百块 我的成本是四十块钱 请问我赚了多少钱 然后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 就是老板你赚了六十块钱 对吧 结果第三个人给了一个回答之后 这个老板马上就录取他了 然后大家就说你回答了什么 他回答的是老板你想赚多少钱 他说会计的功能是怎样 anyway 当然我们会计师不是来逃漏税 对我们正经行业 这是这是一个有执照 就像我们那个房地产一样 我们也是有执照的一个执照规范下的一个专业 在这个职业规范下面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客户 那所以请问一下在房地产的交易之中 有哪一些税务上的东西或者是在房地产的交易 对于一个会计师来讲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客人 我之前在演讲的时候大概有讲过这个例子 就是说常常会有海外大笔的资金进来买 购买美国的房地产 那可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他买了好几栋房地产 然后跑来问会计师说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现在手上都是房地产 那我们有时候会说 现在来问会不会太晚 有点啼笑皆非 他说那你想要怎么处理这些房产呢 第一个他想要 比如说他说我要出租 那出租的话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你收到的租金 你会被美国政府先扣交30% 就是资本利得的30%的扣交 意思就是你赚100块你只能拿到70块 30块被美国政府扣交 他说那我接下来 不然我用赠余的好了 我可以赠余给我的亲戚 或者是赠余给子女 那在美国来说赠余税 一个人一年只有一万五千的免税 你如果有一栋房子 这个价值永远超过一万 如果你要把这个房产赠余给别人 那就会有最高40%的赠余税 那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亏损 应该说税务成本 很大的税务成本 那有人说那我就干脆 等百年之后当成遗产 遗留给自己的子女 那以一个外国人来说 一个非税务居民的遗产税 免税额只有六万块 六万美金 但是对于一个美国税务居民来说 他在2019年他就有1,158万的 遗产税免税额 所以1,158万跟6万相比 其实这个差距非常的庞大 那假设这位遗产遗留人 他还是一位美国非税务居民的慌 那他就要缴非常庞大的遗产税 跟美国人相比 他的税务成本增加非常的多 他说好吧 那不然我就卖掉好了 我就卖掉 就是无事一生轻 我房产卖了现金拿了我就走了 但是美国有一个FIRPTA的扣角税 相关的规定 就是当你一个外国人要卖掉 在补了房产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15%的扣角税 15%不是说你有赚多少钱 而是说它是按照总价 就算你一毛钱都没赚 你一栋房子买100万 卖了100万 一块钱都没赚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扣角15% 换算成15万的税 给美国政府 所以其实在我们做这个房地产投资 或者是房地产交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我们有哪些潜在的税务成本 第一个就是考量自己的身份 第二个就是考量到说 你要怎么样误用你这个投资 那这些部分其实都需要一个专业的会计师 来跟你详细讨论之后 来帮你做出比较节省的规划 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第一期要做跟会计关税务有关 主要就是很多时候是 我们要在做事情之前要做规划 而不是买了房子之后 我们才来担心说 那这个怎么办 那个怎么办 那我们在买房子 常常客人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他说威廉啊 那这个我这个钱可能是我家人 提供给我做投款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际学生 他来买房子 那可能父母或者是其他亲戚 给他们一些做投款的一些资金 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客人是说 威廉我这个是要从国外汇进来的钱 来买房子 在这两种情况下 在税务上有没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当有其他第三方来帮你支付投期款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重要的 你要了解到说这是什么样的资金性质 就是这是一笔赠予呢 还是一笔借贷 如果是一笔赠予的话 那他这个赠予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海外来的吗 还是在美国境内发生的 那如果他是借贷的话 那你有没有借贷合约 比如说我借你40万让你买房 那每年的利息是多少 那这个有没有抵押品 我们的合约有没有明文规定 假设我们这个投期款当中 是一笔借贷的话 那每年你要缴多少的利息 其实都要在金流上呈现 避免这会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合约上面走 那可能会被国税局认定是一笔假交易 就是你赠予但是却以借贷的方式来执行 所以这当中的美美佼佼 就是说细节在你选择哪一种方式 来移转这个财产的时候 都是必须要先厘清这个性质 再像是产权怎么区分 一栋房子可能有好几个人的产权 那每个人title 每个人的share的比例可能不一样 所以在支付投期款 他是跟你一起购买这个房子 他也会分到一些产权呢 还是说他就完全无偿的把这个钱交给你 让你买房 那让你百分之百持有这个房产 所以在这些细节当中 我们可能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资金到底是怎么样的性质 那我们就会有相对应的税负可能会发生 像是赠予就可能会有赠予税 那如果是借贷的话 那你所支付的利息 可能对方就会有利息收入要报税 这些都是国税局抓的经济 大概是这样子 那假如说他今天是把钱从国外汇进来 那像有些人常常会问说 是不是我一年不能汇太多钱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从海外汇款 这个就会看到汇款人他的身份 比如说今天你在家里 然后你爸爸主导一切 那你说爸有外面的人要送我一笔钱 这样好不好 爸爸说当然很好啊 把钱带进来有什么不好 这个跟美国政府的心态是一样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 你把钱送出去 美国政府会觉得不行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钱送出去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位美国公民 有海外的人要赠予钱进来 进来美国 那美国政府会很开心说 啊当然好啊 别的国家的人送钱给我们 在我们国家的土地内买房产 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说 一个美国公民 或者是你是一个美国税务居民 你接受海外的赠予 其实是没有美国税的赠予税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 有一位台湾人送我一百万 那我要不要交美国赠予税 不用啊 因为这个钱是从海外来的 我超过十万块 我只要填所谓三五二零 让美国政府知道说 我收到了这个超过十万块的赠 那政府说 哦好我知道了 你这笔钱是海外赠予而来的 这就是相关的义务 就是申报的义务 那首先假设这个是赠予 或者是你是从海外账户 汇到自己美国账户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报肥爸或肥咖 这个问题可能会先让一半的人 却不想说啊都没有报 如果没有报的话 你不要随便动用你的资金 到美国来 因为你很可能 你把钱从卫生报账户 负到自己美国账户 可能你之前没有报的部分 可能就会受到惩罚 所以这部分要 必须要先告知你的会计师 或者是你的律师 这个是 如果说今天买房子的这个人 他是税务居民 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 他才要去在乎的总体嘛 对不对 才需要怎么样 才需要去在乎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有没有报肥爸或肥咖这样 对如果是美国税务居民 他有报肥爸或肥咖的义务的话 他就要知道说 他之前台湾的账户有没有生报 那如果他是从非税务居民手上 拿到这笔钱 比如说像是在台湾的父母 他们赠予这个资金到美国来的话 台湾有台湾的赠予税 台湾的赠予税 每人每年是220万的免税额 台币220万台币的免税额 那两个人就440万嘛 所以这个如果超过的话 在台湾就会有赠予税的部分 但在美国我们是收受房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海外赠予的赠予税的问题 再来呢 就是说到底是谁赠予的 你有什么相关的文件证明这是赠予 这个部分超过10万 我们就会填这个3520表 告诉美国政府我们收到这笔赠予 那之前有客户问说 如果是透过海外公司赠予 海外公司赠予我这笔钱 那这个东西就会更引起 美国税局的关注 想说如果是你的亲人 赠予给你这个说的过去 为什么海外有件公司 要赠予你大笔的钱 让你去买房地产 第一个可能就会勾起这个美国政府 对于洗钱房治的疑虑 所以假设你接受的是海外公司的赠予 它的申报门槛就会降低 大概1万5左右 比如说今天你拿到10万美金 从海外家人来的10万美金 那超过10万才要申报 但如果你是从海外公司接到这笔赠予 大概1万5以上你就要申报 所以这个申报门槛相对变低 所以我们通常不建议说是透过海外的 比如说亲人有公司 透过公司来赠予 这反而会让自己的义务变得更重 申报的义务会增加 我在想很多人可能对所谓的申报 感觉它好像是一个黑洞 好像就是我报了我就要缴税 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申报的一个过程 跟它的一个内容 对申报其实它有几个意义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让美国政府知道说你有多少钱 你收到多少钱 那收到多少钱其实不是 不是你就一定要缴这些的税 像很多特务其实在报肥霸的时候 他都会说我在海外辛苦了大半辈子 会说我这个钱要让美国政府知道 要缴税给他们 就我们都会说这只是一个申报的义务 就比如说有人在海外赚了100万 之后拿到绿卡 那你告知美国政府说我有这100万 那他们会说哦好我知道你有100万 那你成为美国人之后 你可能财产增加到110万 美国政府就针对你多出来的10万来课税 他不会动你之前已经有了100万 所以申报有时候也是展现出你所拥有的basis 就是你在成为美国人之前 你有多少财富 有些人会想说啊那我低报好了 我低报我有100万我只报50万 那这样就亏大了 你可能来美国一年后 你财产变成110万 美国政府说哦你变成美国居民之前 你只有50万你现在有110万 表示你这60万都是我们可以拿来课税的部分 所以低报的话反而会亏 那如果核实申报的话 反而可以让自己少缴一些不必要的税 OKOK 那讲到这个问题 我其实额外的问一下 之前你在我们那个清商也有讲过 讲过一系列关于所谓的税务居民 那可不可以今天就是请你再稍微的快速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在美国什么叫做税务居民 美国的税务居民其实有分所得税跟引证税的税务居 这当中判断的标准不太一样 那所得税来说的话 第一个美国公民就一定是税务居民 绿卡只要你入境美国也就一定是税务居民 只要是这两种身份 那不管你住在哪里 住在南极北极都一样 你就是每年都要报 只要你的所得年所得超过120 一万两千二美金 你就一定要报美国税 那另外一种比较复杂 像是拿H1入境美国工作的 那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些表格可以参考 就是说也欢迎到我的粉专上面有 有这个相关的分析 它可能是以183天来做判断 但是我们上礼拜也提到183天不是绝对的标准 你可能要计算你过去三年内在美国 总共待了多少多久 就像我上次说的 你可能每年都待150天 但是按照那个公式算下来 还是会变成税务居民 所以假设不是美国公民 也不是绿卡 那你就要比较审慎的来判断 自己居留的天数 来判断自己是税务居民 因为一旦成为税务居民 你可能有些税务上的福利 但是你也有可能新增税务上的义务 对这个要特别 尤其是对于新移民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定要搞清楚 好谢谢谢谢 那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房产的持有过程中 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 产权上我们可能要做更改的时候 那这些时候呢 有可能今天可能是离婚啊 或者是其中一个持有人 他可能过世了 或者是他可能小孩成年了 他想要把这个房子转让给小孩 那在这种各种的这种产权变更上面 有没有一些税务上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注意的地方 其实像离婚来说好了 离婚的话主要看法院判决 那你财产的分配上面 有多少算是赡养费的部分 多少算是之前夫妻可能共同共有 那现在要拆分 那有谁得利 然后谁有损失 其实这就是一个财产 重新分配上面来说 我们会去看说 谁是有财产增加 那这个增加的性质是什么 因为如果是赡养费的部分 在2019年来说 就已经不用报这个收入 也不能够报费用 所以你付出去的人 你不能够报费用 你收拿到的人 你也不用缴税 对 所以假设被判成是这个 赡养费的性质的话 那他有赡养费的一个规定 假设是持有人过世的话 通常会走法院的 那个probate的程序 就是经由法院认证说 这位被寄账人 他有多少的财产 那我们会先针对他 遗留下来的财产 来做法院认证 认证完之后 他分配给谁 认证完之后 缴完遗产税 然后再按照他的这个遗旨 来做财产的分配 所以如果是被继承人 就是过世的人 他会必须走法院程序 那按照法院的判决规定 来判断 说这个当中涉及到税部的问题 那在这个财产移转的时候 我们会牵涉到几种税务 第一个就是所得税 所得税来说的话 房产主要是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 比如说这个人 他在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 可能只有20万 但是他 转 移转这个财产的时候 可能房产已经变成100万 那这中间多出来80万 就会有所得税 资本利得税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房产持有人 他过世了 那这当中增加增加的部分 那他这个房屋的市值 他要怎么样 就是移转给他的子女 那当中可能就会涉及到 资予税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财产 再来 property tax 的部分 就是他这个 property tax 因为像加州有 这个 property tax 的这个上限规定 就是每年增加2% 那你cap是不能超过 你房产总价值的1% 但是这个房产在转手的时候 他可能会重新估计 这个房子的市价 所以这个财产税的部分 也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上礼拜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旧金山系 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人 他持有房产 持有了30 所以按照我刚才说的 这个每年最多只能增加2%的 这个通货膨胀率的调整 那他的房子的市价 还是被认定成 他买20万 就他房产的价值 还是被认定大概只有40万 但他周围的房子的市价 可能都早就超过百万 所以在财产税这个部分 要怎么样去认定 就是也是在房产交易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事项 了解 那刚刚我们观众这边有一个follow up的一个问题 他是说那买房之后 如果做intrafamily transfer 可不可以减少地产税 做什么transment intrafamily 可能是亲戚之间做这个 做这个产权的转让 然后可不可以减地产税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 比较适合是产权的专家来解释 所以那之后 可能会有赠予税的问题 对中间可能会有赠予税的问题 会有赠予税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那他的问题是问地产税 那我觉得这个是之后我可以请那个我们产权的专家来 来帮忙我们解答 而且我们其实我们之中已经有这个观众是我们的产权权威 我们cue一下好不好 cue一下 cue一下 来Nancy 我来找到她 来导播切镜头 来 转到了Nancy 我今天大家好 今天只是想来学东西 结果有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放进因为没上班 跟大家讲这个property tax的那个 如果它的规定 如果你任何时候有change of ownership property tax你不可以change of ownership 一旦有它就会trigger这个property tax的reassessment 但是有几个exemption exemption就是说 有些家里人转名字的时候 可以填另外的表 叫proposition58 这个表填了以后呢 送进去跟这个grande送进去的时候 就不会被reassessment property tax 可是不是每一个家人都可以 父母给孩子 孩子给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给孙子 孙子给外祖母 或祖母 祖父 只有这个东西才有exemption 其他的exemption呢 就不存在 所以你说 兄弟姐妹 我给我弟弟 我弟弟给我 都会trigger exemption 而且是从你当时转的时候的 转的时候的那个市价来估 所以呢 在转的时候不要乱转 这个只有父母亲才可以 这个grandparents跟grandkids才可以 其他的都不算 还有夫妻没有问题 就不会trigger这个 property tax reassessment的那个 那个 OK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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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Nancy 那其实我也是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 我为什么会 会请各个专家来 我们这个专家面对面 你知道像Nancy是 产权权威 所以 这种问题一丢出来 一般就是信手拈来 就能回答的事情 那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请到 我们的会计专家Wayne 来 跟我们回答这些会计的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的是 今天比如说 我是做地产的 您找到我做房地产的交易的时候 其实我的背后就是有这些专家 在为各位来服务 所以 其实就是把你的 你的房产交易 放心的交到我们手上 我们的团队 会用最专业的这个知识 来 帮你节省到你的 不管是税务上面也好 不管是你的投资 得到最大的利益化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我们继续 今天下面的问题是 如果我今天要准备卖我的房子 那请问 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我应该做 我们首先会问说 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 是你要换房吗 那再来就是说 你住的这个房子 到底是自用还是商用 因为这中间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所谓的 假设你是自用住宅的话 你五年内住满两年 就会有一个人25万 夫妻合并就是50万的 这个资本利的免税额 比如说你当初买了50万的房子 你今天卖了100万 那夫妻在里面住 五年内住满了两年 那你在出售的时候 就算你100万出售 那中间新增了50万 其实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免税额 来省去最高到达20%的 长期资本利的税 对 所以说在销售的时候 我们会先认清说 你是自助还是商用 那商用的话 有一个所谓1031的 exchange的一个step up的税负规划 就是说你在45天内 你在卖房后45天内 就是找到物件 那180天内就是完成移转 物件的移转 只要你这个物件 可能价值是高于 原本你持有的物件 那当中可能赚到的capital gain 其实就是可以递延这个缴税 比如说你中间可能 你在一买一卖之间 你可能赚了50万的资本利得 但是因为你符合这个1031的法规 所以这50万政府说 哦好那你先不用针对这个 你赚到的资本利得奖税 就先累积下来 先存下来 那如果有些人会 一直利用这1031来 就是购买新的房产 那当中的节省的资本利得税 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这是一个严税蛮好的一个法规 那也市场上也非常多人在利用这个法规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节税管道 如果你手上有商用不动产 要来做这个 就是房产移转化 其实可以参考 所以刚才我说到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了解说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 那你原本住的这个房子 到底原本是用来做什么 是自住还是商用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是自住的话 你有什么免税额可以申请 如果是商用的话 你有什么法规 只要是遵循的话 也可以拿到节税的效果 好 那 再来一个问题 就是 请问会系师 我 我为什么要投资房地产 然后我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件投资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问得比较广 但是 我觉得 首先我一般会回答的客人的一个问题是 你今天是不是自住房 那通常 first time home buyer 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一种物资是说 或者是应该是说是误解 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 那万一现在市场不好他以后跌了怎么办 他会觉得 他这个是投资失败 那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宏观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房地产的投资他到底是什么 他在我们的财务规划上 他在办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投资房地产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问快递 我手上还没有房产 那这个当然都是个人的选择啦 就是个人 个人 比如说有居住的需求 或者是 可能想要投资的需求 其实这都是 个人财务规划上面的选择 那 从税务的角度来说 你要怎么投资房地产 这个部分牵涉到 你要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你的交易到底是什么 你这些房地产你是要 比如说有些人是买来出租给别人 赚取这个出租收入 有些人买来 那等到这个土地或者是 房产价值增加的时候 转手大规模的卖出 来赚这个资本力 那有些人其实就买来自助 那可能就不会产生到 什么样的所得嘛 对所以这个看你 对于这个房产 你的规划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 像是如果你是要出租的话 那这个资金收入可能是固定 但是比较低 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说 那你就是一个LLC 因为LLC在加州LLC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LLC 熟不熟悉 但它就是一个组织的心态 那LLC有一个部分 在加州就是说 它会按照你交易的总额 来制定你另外要缴的年费 就比如说你交易超过25万 那你就必须要增加这个年费 那这个年费会按照你交易量的多少来增加 如果你交易量数字越大 那你的年费就会增加越多 所以假设有人设了一个LLC 然后持有大批房产 那每年或是每个月交易 都是大批房产的这个金额 那它的LLC的这个annual fee 就会增加的非常的高 这时候我们就不会建议LLC 来持有房产 假设它是持有一间房产 然后它只是出租 那每个月固定的收这个租金收入 那这个金额可能就不会超过25万 不会超过25万 那就不会达到LLC 就是要另外缴零费的要求 那我们就说 好那LLC可能适合你 因为你只是拿来收租金收入 这个收入可能不会太高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就是一个好的模式 所以设立哪一种公司 哪一种entity来持有 你想要投资的不动产 都会按照你的需求 跟你的经营方向有所不同 但有些人用seek corporation来持有 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个非税务居民 他可能是一个外国人 他透过seek corporation持有房产 那他可以赠予这个房产的股票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seek corporation 我持有一间房产 那这个股票比如说有一千 那我每年可能赠送个五股 或者是十股给我的子女 每年这样赠送 来避免掉说矫正云税的可能性 所以当你持有房产的时候 就像我说的 刚刚有每个一百个人 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情况 但怎么样找到一个符合自己需求的商业模式 就要看你持有房产的目的 跟你预计他会有怎么样的商业走向 来选择对你最好的商业模式 所以像 你说你说你说 对所以像我刚刚说考量那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规模 第二个就是你拿来出租 或者拿来销售 或者是你要拿来做这个家族财富的规划 都会有不同的适合的方式 对 那假如说今天我们不是讲说 他是大规模的投资 今天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家庭 那他可能就是会想要在房地产上面 做一些投资的打算 那也许他已经开始在做投资了 那你觉得说他这些族群 他们应该要多久来去检视一下 他的这个portfolio 来跟会计师可能坐下来 要来做一个规划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就never too early 说是其实越早越好 那如果比如说像是 如果只是很单纯拿来自住的话 其实政府提供的这个资本利得免税额 其实也是蛮高的 就是假的我今天只是让我的家人 有个安身立命之地的话 那自住房五年半两年 其实不是一个太高的门槛 这个东西像如果是这样的模式 我们就不会说你还要去多做什么麻烦的事情 你就单纯的持有这个房产就好 对 所以 这个东西的规划 其实你 假设你的目的很单纯 其实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但是如果是很复杂的商业模式 那当然是越早去跟一个专家讨论越好 OK 所以 甚至在你 像我刚刚说的 买之前你就应该要先讨论 不是说等到持有房产 因为持有房产 你要再去做规划 那成本都会高非常非常多 当你有这个idea的时候 就可以抓身边的专家来讨论一下 对对对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其实就是当你有想法的时候 对 我们就要来找专家去讨论一下 当然也要有钱 我现在是有想法 但是 其实没有钱 也有没有钱的做法 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找那个 那个贷款专家的时候 请微脸打折 没有来看 我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就是所谓的税务居民和外国人 那今天假如说是有一个外国人 外国身份 他要来投资美国的房产 对 那他跟本地的美国人他去投资房产 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性 然后他有一些是跟人家本地房产投资人不太一样对待的一些东西 对像我刚才第二个问题有提到的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来美国买了一堆房产 那在出租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30%的扣角 扣角 租金收入被扣角 高达30% 那他在赠予的时候 每年赠予 税务的免税额只有1万 那如果他过市之后 他也只有6万块的这个遗产税免税 所以这其实 就遗产税的部分跟这个租金收入的部分 甚至在交易的时候会有这个FERTA15%的扣角的规定 所以这些部分对于外国人来说都是相对比较不利的 那在外国人要真正投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之前 他一定要考量到说这些相较本国人来说比较不利的 不利的这个规定 所以注意事项就是要注意 你可能会多浇很多水 那好刚好既然你讲到FERTA 我想刚好下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FERTA 可不可以请会计师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FERTA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是要做申报的吗 那是不是说 真正的就是我 他伪透多少我就要缴多少水 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抵税的一些方式啊 或这些这些配方 FERTA来说的话 其实它是 我之前 这是我之前演讲的讲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我没有大家看这个字 只是说以前这个模式 就是一个外国人 他可能在外国设了很多间公司 那他每一间公司都持有一间美国的房地产 那等到房地产涨价涨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公司关起来 把美国的分公司关起来 变成现金之后直接转到海外去 就六支大吉 酸 就是带着满满美国赚的这个资本利得的钱 然后就逃跑了 就跑了 因为公司清算之后 因为原本来说美国 只有这个分公司 他会有一个30%的 这个branch profit tax 会有高达30%的branch profit tax 但是他有个漏洞 就是说假设你这个公司清算 就是我关闭 那他就不会有这个30%的税 因为他变成现金 他就转出去 所以美国政府就觉得 不行啊 这样我亏大了 就是外国人来我这边买一通 然后卖一通 赚了大钱之后 现金拿着就跑到国外去 那我们这些 就是美国政府该收的税有收不到 那美国政府呢 他管不到外国人嘛 我可能一个人在海外逍遥 我钱赚薄薄 现金入贷 我跟美国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美国政府会找谁开刀 就是找谁 来 找美国人 做这个 对找美国人 所以找美国人就是说 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你要跟外国人买房子 你要跟外国公司买房子 比如说你买100万 那你要先交给我15万 你只能交给他85万 那这个 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台湾公司 他持有美国的房产 那他在卖的时候 他卖了100万 但他实际上只会拿到85万 15万就先被美国政府扣走 那可能外国公司会说 不对啊 我一毛钱都没有赚啊 你怎么可以就拿我15%的税 其实这个是一个扣角税的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抓不到你外国人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 你的收入扣 扣 扣一部分下来 然后你再来跟我报税 所以他等于是用这个制度 来逼这个 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公司 来美国报税 的概念 比如说 像我刚刚说的台湾公司 他卖了100万的房产 那他就被扣了15万的税 他可能买100万也卖100万 他中间是没赚到钱 那美国政府说 好啊 你说你没赚到钱 那你来美国报税 你今年就来美国报税 来证明说你没有赚到钱 如果你真的 报完税 我们发现 你一毛钱都没有赚的话 我这15万全部退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制度 所以有人说 这个是增加外国人的税负成本 其实这是一个 没办法的措施 因为他管不到外国人 他只能从本国人 这个花钱的人来下手 就是说 你这个美国人 你付钱给外国人的时候 你先 你先交一部分给我 不然这个外国人 钱拿了就跑了 他都不来报税 那如果你没有 我先把这15万交给我的话 那这15万你就自己出 这就是一个相关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 等于是说 逼迫外国人来美国报税的 一个规定 那我之前有一些讲义 讲的比较详细的部分 像是说 像是30万以下 假设你这房产是30万以下的话 你就不用扣讲 你就没有这个义务 假设我今天一个美国人 我买了一栋30万的房产 29万的房产 那 美国政府说 哦好 你这房价蛮低的 那你可以不用讲 或者是30万到100万的房产 而且是买方当成是自用祝福 就是它是自己拿来做 那个Primary Resident的部分 那就只要缴10% 那除了这些规定之外 全部都是扣15% 就是你在付给 这个外国公司 或是外国人钱的时候 你就先缴15%给政府 感觉就像是 一个人中了热透之后 他其中有一部分要先被扣起来 对不对 然后扣起来的那个人就是 热透局要先帮你扣起来 对 这是有点类似的概念 对对对 其实像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子的做法 像台湾也是有扣讲税的 的规定 就是比如说像台湾公司 要支付给外国公司的时候 他要先缴20%给台湾政府 那外国公司如果想要这20%的话 他就要来台湾报税 来证明说 我这个赚的 我这个赚的钱 我有我的成本 我的费用 我实际上没有赚那么多 但是我经过报税 我可以要为一部分的退税 那像这个外国人他在报 他的FERBTA withholding 拿走之后 他要报这个税 就是要来申报说他有没有赚到钱 那有赚到钱的话 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抵税 如果你是商用房产的话 那当中可能你的 比如说你的一些成本收入 是可以抵税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看你这个房产是哪来做什么的吗 如果今天他是自住房的 他当初 这个外国人他可能当初来买 就是也许是小孩子 来这边练习哪一栋房子 对自住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费用可以抵 但是他会有25万 25万50万的capital gain 的这个 这个 你说什么depreciation吗 对 depreciation的话 因为如果你是自用的话 其实没什么depreciation的问题 除非他是拿来做商用 比如说他有一部分拿来出租 那他可能就会有depreciation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个人房产的话 就是你刚刚讲到 外国人他也是可以享有这个capital gain的这个 exemption是不是 个人25万 这部分我可能确认一下 我记得我记得是这样子 OK 你有你有处理过类似的方式吗 就是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外国人来美国买房 然后住五年 五年内住满两年 我目前还没有碰到他们卖 所以我不太 对因为这个情况会比较尴尬的是 你是说你是用什么身份来美国住这么久 他没有要住吧 他可能就是持有这个房产 持有的话 那他可能就不会有五年内住满两年 这个 这个 对对 比如说 除非像他如果是F1学生的话 那他自己买房 那他有可能会一直 以这个非税务居民的形式留在美国 不然其他签证来说的话 好像这个条件比较难达成 所以 那就变成说如果是父母买房子要给小孩的话 那其实不太合适了 因为父母如果根本不来的话 他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这个税务居民 他住在这边的条件 对 他可能就会选择 用这种 用这种 比如说开一个公司来持有 持有这些房产 比如说在上面设立一个LC 或者是在上面设立一个 这个 设立一个这个 C-Code 来持有这个房产 那如果开了公司之后 他同样 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他卖掉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吗 开了公司之后 他如果这个比如说像 他这个是商业用的房产的话 他中间他可以 比如说折旧费用的部分 或者是产生费用的部分 他可能可以抵他 所谓的收入 比如说他可能有部分 比如说他可能出租了一间房 一间房间出租给别人 那他有出租收入 那你这个收入的话 其实就可以用你产生的费用来 来向抵 那甚至是你之后 比如说这个房子 小孩要回国了 你整个卖掉 那中间赚了capital gain 你可能也可以就是 申报说我这是商用住宅 所以我有产生一些成本费用 我要拿来抵 我赚到的钱 他可不可以租给自己 租给自己 没有人在租给自己 LOC那个 然后自己付房租给自己的 这样随随风啊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 这些问题啊 真的吗 有人买房然后出给自己 这个我也是合理的 想到了这个问题 大人的世界好难懂 下一个问题 也算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好 这可能刚刚之前 有稍微的提到了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 持有产权的一个方式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按照你的目的啊 如果你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要自住 那就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使用 那老老实实的 住满这个时间 你就会有 很大一点的 资本利的免税 但如果你是要拿来出租 你是要拿来赚 买进卖出 那你可能就应该设个公司 或者是让它成为一个 trail business 那来抵减相关的费用 或者是 来这个 来就是 像是 在2017年税改之后 有推出一个QDI QDI business income 就是它提供给 C Corporation以外 有20%的 这个 合格商业收入扣底 就是可以省20%的税 但是它像它适用的 就是LLC 或者是Punisher 或者是像S Corporation 这些所谓的 Pays to Entity 就是说 C Corporation以外的商业使用 那它对于房地产的要求呢 就是说 你今天 它要求你是一个 active的business 而不是一个passive的business active的business呢 就是说 我是的确提供我的劳务 来经营这个出租服务 而不是说 我买一栋房子 我就赚被动收入 躺在家里 然后就可以一直收钱 那怎么样判别这个当中的不同呢 国税 IOS有定出一个条款 像是说 你每年至少要投入250个劳力 来维护这个出租服务 那你可能就会有20%的免税额 这个是C Corporation以外没有 但是相对来说 你也要达到国税局的要求 就是说 我的确是主动的提供这些出租服务的 出租房子的服务 我才能够想要有这20%的免税额 对 所以其实不同的 不同的entity 它可能有不同的权利 它可能有不同可以省税的部分 那相对来说 你也要投入相对的义务 比如说我11年 有的确投入这些实数的劳务 那我是不是有做好相关这个文件 或者是支出啊 收入的一些记录 来说IOS查核 那我要符合这些要件 我才能享受这20%的免税额 对 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看 你要从事怎么样的商业模式 那跟你的会计师来讨论 怎么样的商业模式 对自己来说最有利 比如说有的人就说 我就不想啊 我就买个房子 我就储租 我就收住金 那我还要这20% 那这来说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国税局就打下来说 你跟我们的规定的不符 所以你不能享受这个 tax saving 对所以 每一种方式都有他的权利 那在你选择之前 你就要先了解 每一种方式 你有没有办法尽到这个意义 你才能够享受他后面的权利 好 谢谢Wayne 我们那个观众有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 他说如果外国人的父母 钱进来美国人的账户 这个美国人是小孩 嗯 有没有听说要在银行放60天才能动用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requirement 我是没有听过 你有听过 没听过 对我感觉 这个是Debbie问的问题 可能在前 我讲一个外国父母汇款到美国来的一个案例好了 比如说有些人会说 外国人的父母 他们自己 比如说外国人妈妈 在美国开个账户 所以这个外国人妈妈先会 比如说100万美金到自己在美国的账户 再把这个100万从美国自己的账户 转到美国小孩的账户 这会有什么问题 赠与税来说的话 美国境内 赠与税来说的话 他只管美国境内的 赠与税来说的话 他只管外国人在美国境内的 情况 那刚刚这个模式刚好就符合了 在美国赠与的情况 所以这位外国人妈妈可能就要交美国赠与税 但是呢 如果从外国人的妈妈的账户 直接转到美国小孩的账户 这个就不符合美国所说的 境内赠与的规定 所以这位外国人妈妈就不用交赠与税 那美国小孩 其实只要报3520 告知美国政府说 我收到这笔赠与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细节来说的话 你可能一个操作失大 你增加的税负可能就会很多 像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其实有些人是这么处理 那他可能在美国这个账户移转的时候 就会被罚 没错其实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经典 我常常碰到 其实就是所谓的多此一举 对 好那Debbie刚刚有follow up 他是说很多realtor 跟他这样说的 说要放60天他也不懂 我在想 Debbie可能是因为您 这个动作是因为 你要贷款 然后可能贷款银行有这个需求 就是你这个钱 要放在银行里面 放一段时间 他们专用名词叫做seasoning 每家银行的规定 可能不太一样 主要就是他们希望确定这个钱的来源是正确的 正当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跟税务上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跟养信用有关系吗 就是说 来证明说这个 其实是会有的 很多以前传统的 因为我以前在银行做事的时候 很多人传统的是说 我要申请信用卡 然后我才会有信用 我要有 也要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但是其实大概在 六七年前开始 我注意到 其实 你只要开始放钱 你在美国如果有户头了 你其实就有信用 了解 因为我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 有一些客人他是外国人身份 所以他根本没有设案号 但是他开了美国银行的账户 然后呢 开没有多久 美国银行发了一张credit card给他 对 然后然后那个limit还不小 原因是因为他的存款还挺多的 对那那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意识到说 美国那个时候的这个信用系统 开始做了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 等于是等于是他的一个评估吧 所以其实在美国 你只要有任何的 财务的动作 你其实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信用记录 那他可能不一定是按照你的设案号 他可能就是按照你的驾照 或者是你只要是你的名字 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去match 说你是这个人 哦 了解 对这是我 我目前发现到的一些 好玩的东西 然后 哦呦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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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 那我如果说观众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来提问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也来到了 4点06分了 原本的计划也差不多就是 一个小时我们今天也谢谢 Wayne会计师来到 我们线上跟我们做 最直接的一个 好谢谢谢谢大家